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议员陈美雅举出日本官方的资料 强调即使是少量辐射污染的食品 也会对人体造成病变 要求不受日本经贸威胁 也要捍卫国人的健康 而针对石化气暴善款运用 议员要求提供更详细的款项信目 秀出日本官方网站的资料提醒民众 即使施下少量辐射污染的食品 也有致癌或白内障的危险 市议员陈美雅会及各种核灾污染 造成人体的影响 要求市府严格把关 不让日本核灾食品进入高雄 然后引用了很多的日本的官方的数据 因为其实只要食用含有微量的 这样的一个辐射的食品的话 在几年之后 对我们人体都有可能造成危险 有可能引发癌症 或者是白内障这样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 我们希望进口的食品 必须是零污染的 我们的卫福部公布的数据 他们只有抽验55件 陈议员也质疑政府的把关能力 对于日本输入台湾的食品 只用抽验的方式 以及检验机具是否足够 都有可能让核灾食品流入台湾 虽然陈局市长坚持捍卫食品安全 不过也透露要考量台湾的经贸环境 陈议员表示 还是要以人民健康为优先 基于WTO的精神 我们现在的政府 只是在做风险的评估 那透过资讯公开 透过公听会 我相信大家专业 我想科学专业的声音 我们只是希望理性讨论 但是我们的立场 维护人民的健康 从来没有改变 第一个保障 我们当地台湾的 我们的这些业者 并且我们也希望捍卫的是 全体国民的健康 台湾人的健康 不能被拿成来当实验 也不能够被交换 另外对于高雄石化气爆 善款运用的情形 陈议员批评社会局公布的资料 只有计划名称和总金额 要求提供更详细的戏目表 对于善款运用不受议会监督 目前他们公布的就大概是11页的资料 那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善款的公布的明细 那很多的民众在反映其实是 他们看不到钱是如何运用的 他是如何运作的情形 戏目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现在公布的叫做要点 要点是不需要送到 我们议会来做审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认为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让人疑虑的地方 而针对明年将举办的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限制哈马兴的居民回家时 不得使用原有的汽机车 市府澄清绝无禁止仪式 只希望能够提供多元运具 达到低碳运输的目标 港都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 同样是来自议会的消息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台湾投资环境不佳 市议员李博弈在市政总质询时 要求市府检讨成租年限和租金等问题 让业者可以放心投资 另外针对中游泪泳场 关场之后的土地利用 议员希望透过创造土地价值的方式 加速中游土地整治的速度 不论是龙华国小旧校地的饭店 还是巨蛋体育馆或是台旅商场 这些都是市府透过促餐条例 向民间招商投资新建的 市议员李博弈认为 对带动地方繁荣有很大注意 但是有的案子乘租年限太短 或是公告地价调高 拉高租金等等 让部分业者面临很大压力 我想年限或者是地价税的调整 等等的这些问题 如果市政府负责主席的这个副市长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那愿意来跟厂商来做这个沟通 跟协调做契约的这些讨论的话 我想这个会让投资人比较有信心 林一元指出土地投资除了会受到 景气循环的影响之外 还有选举的政治因素 让业者不敢大胆投资 希望市府能够提高业者的投资信心 两位副市长达巡时表示 目前只能够按照原契约执行 但也会以通盘检讨的方式做调整 当时的条件是不是合理 我觉得这个可以检讨 这个检讨是作为我们下一次 办理BOT的时候的改进的依据 而不是说因为检讨它 我们就去改变当初十几年前 所定的那个条件 契约当时定定 那是不是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可以检讨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其实通案性的来处理 这个部分 也不要让我们的公务人员 去面临到说 是不是会有一些土利的疑虑 我想会在这一个整个 合法性的范围里面 尽量给予协助 至于中游列游厂关场之后 将花17年的时间进行土地整治 李议员要求市府 以创造土地价值的方式 让中游有资金加速整治 都发局表示 会透过闲置土地的都市更新来处理 所以我们就选定了 在佑冲宿舍这一块 它有一块大概是目前是属于空地 有做停车场或是做垂球场 这种比较闲置低度的使用 那面积大概0.9公顷 那我们是把这一块看看 是不是可能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 把它视为我们整个中游的高链厂 未来转型的一个前哨站 另外在铁路地下化之后 将打通左营新庄一路到翠华路 李议员要求市府紧盯这项计划 好让新旧左营这条大豆麦如期完成 港督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 高雄市最塞的路口在哪里 您知道吗 高雄市警局公布资料 说明全市十大交通拥塞路口 其中左营区民族路和大中路的路口居管 其他路口大多是在高速公路 和平面道路的交汇处 尤其是下午5点到7点是最塞的时间 至少得花好几分钟才可能通过路口 眼前这处民族大中路口 就是市警局公布高雄市最拥塞的交通路口 每逢上下班尖峰时段 驾驶人要通过这里没等上几分钟 是很难过得去的 每天上班跟下班这是一定塞的 我们住在这边的人深受其害 因为空气跟噪音都很差 我们常常送货去市区的时候 都会大打劫在那个地方 所以公司这边如果有经过那个路段送货的话 都大约要提早半个小时以上出门 除了选择提早出门避免塞在车阵里 驾驶人就是期待市府交通单位 能够想想办法解决塞车问题 除了民族大中路口位居最塞路口外 交通大队也公布其他容易塞车路口 分别是中山路与中安路口 中正路与中正交流道 九炉路与九炉交流道 建国路与建国交流道 三多路与武营路口 九炉与大顺路口 九炉路与民族路口 翠华路与崇德路口 吉博爱路与玉城路口等十大交通优色路口 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周边 针对这些易拥塞路口有做一些改善 包括说交通耗制的改善 或是一些动线的一些规划 那尖峰时段因为人车会比较多 那还是会有一些拥塞状况发生 或者是说像是高速公路上面 有一些事故或者是主线回堵的情况 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平面的状况 交大表示拥塞路口 大多因为当地环境条件 造成塞车情形 其中高速公路与平面道路 交汇处就占去前三名 除了针对动线及号制进行改善外 也提醒民众利用APP等工具 出门前尽量避开塞车路段 我们建议我们的用路人 可以收听警管 或者是说可以利用我们市府交通局 一个LINE的APP 高雄任我行 上面会有一些 我们道路上的一些及时的资讯 那我们可以确认之后再出门 那就比较不会遇到回堵的情形 一般来说最塞的时段出现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 因为下班下课及用餐车潮同时涌现 最久可能等上10分钟才能够通过路口 要是不想浪费时间再塞车上头 提早出门或避开这些路口才是上上之策 港东新闻李嘉隆罗绍军采访报道 高雄市向来以新鲜海产闻名 市府海洋局首度以高雄海味为品牌 进驻百货商场 除了提供超过50项精品海鲜商品之外 也希望借由师母鱼 秋刀鱼为主题的高雄五宝 带领高雄海味店家开拓更大的市场 道鼠声中2016高雄海味美食节盛大登场 请揭开礼物2016高雄海味美食节正式开卖 在这次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准备了圣诞大礼 市府海洋局主动出击前进百货商圈 促销高雄海味商品 包括乌鱼籽 鱼松鱼鹿 以及石斑鱼等等在地特色的海产料理 介绍给观众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继续来支持 我们高雄在地最新鲜的渔获 然后最安全的渔获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 在整个暖冬游高雄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然后能够其实说 大欢迎台湾所有的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到冬天来感受到高雄的温暖 然后也在支持我们最新鲜 最安全的水产品 不仅如此 就连受欢迎的高雄五宝 也化身公仔现身活动会场 吸引目光关注 这次海洋局与各区一会 海味商家一夜合作 提供超过50项精选海鲜商品 要让民众一次选个够 鲍鱼 鱿鱼 秋刀鱼 湿木鱼跟石斑鱼 作为我们活动的代言人 就是我们作为海洋五宝 所以说我想也借由这样五宝 可爱的这样子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然后也可以吸引大家 然后来进行这样子相关的这些活动 让活动整个更热闹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去用药 那我们的虾呢 也会在新鲜活捞起来之后 就让它完成吐杀的工作 所以它在活的时候 它就已经没有虾泥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那在一直到进冷冻库的时候 它都是活跳跳的 还包含了海苔口味 海苔口味的蛋卷的部分 它是吃到整片的海苔 而不是细碎的海苔 那另外这边两包是鲍鱼松 就是用我们顶级的鲍鱼松 去制作的这个蛋卷 趁着年底耶诞节及跨年活动之前 民众不用一家一家的跑 就能在百货商场 挑选到喜欢吃的新鲜鱼货 不论是无毒虾 或是真空包装的秋刀鱼 还是各式鱼货料理 保证买的安心又开心 党多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道 105年的花田喜事 敬乐桥头活动 将在10号周六正式登场 花田区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 花旗延后 因此赏花旗缩短到12月18号 今年特别结合猴年与花海主题 设计出花喜猴作为吉祥物 桥头区长欢迎民众踊跃赏花 并且将幸福和希望带回家 在优雅动人乐身中 以向日葵为背景的场面 犹如太阳般开朗快乐 先前因为受到台风豪雨影响 花旗延后 因此今年桥头花海令人期待 尽管花田区仍是绿油油一片 但区长有信心 下周开始花田区势必遍地开花 因为台风以及天候的关系 所以有点延后 那目前在我们的花田里面 我们的向日葵开得非常的茂盛 那其他的花田的部分 也陆续都在花包已经在绽放了 那所以基本上在下个礼拜 是我们的整个的花田的一个盛开期 那欢迎所有我们的游客 还有各地的朋友 欢迎到桥头来 来这边赏花 桥头花海享誉盛名 花田里一株株美丽花朵绽放 背后幕后工程仰赖这些 任养花田的区里志工 在区公所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由区公所将整理好的土壤 移交给这些志工 由他们来培养灌溉 才使每年花海期间摆花齐放 我们志工的投入大家都很踊跃 播种完的时候 才由我们从浇水灌溉 到培植除草 把环境整理好 把花头照顾的比较 看起来百花齐放有这个成果 今年桥头花田喜事 共有六个主题 其中熊爱桥头跟花田喜事 最具特色 并以花喜喉来作为吉祥物 象征活泼可爱幸福快乐 也代表游客只要从头走一遍 除了可以欣赏花海图腾之外 也能将幸福希望快乐爱及人梦等 一一给带走 港都新闻林家敏罗绍军采访报道 又到了年底准备要跨年了 高雄梦时代的跨年派对 将第三年不释放烟火 今年首度以3D光雕投影秀为主打 投影在蓝金馆上 呈现一场海底总动员的深海派对 节目方面首次有DJ和VJ的互动式演出之外 还独家邀请创作天后 陈启珍压轴演出 三 二 一 档鼠身中蓝金馆的外墙 变身为巨图立体屏幕 蓝金建筑化身为动画主角 带领大家参与一场 欢庆跨年的深海派对 简鼠的外观好像起云等等 所以我们在想应该用Under the Sea 这个主题来去看派对 光雕秀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热烈举办 由于两年前的高雄石化气暴发生后 广时代跨年活动就不以烟火方式进行跨年 首度使用3D光雕的技术 成为全台最环保最璀璨的跨年活动 它不只是一个就是金钱的投资而已 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精神层面 非常多的文化的思考 还有很多符合我们当地景观 人文风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融入 第三个年头由民间的企业来主办 市府行政合作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希望高雄市也跟孟时代 经过了9年的缘分 跨入了第10年 那是我们一直是一直 协助我们在地发展成长的一个民间企业 跨年派对的节目有表演嘉宾林心仪 陈彦宇 大芝何小人 孙盛熙 台湾爽乐团等歌手动眼演唱之外 还有DJ和VJ互动演出 主持人阿喜和DJ Dennis贯穿全场 最后独家邀请创作天后陈启珍押主演出 高雄什么活动我都硬要来参加 没有人要我来我也要来 这么爱我们就对了 然后也是第一次跟Dennis合作 Happy New Year 笑我跳 除了3D光雕投影秀之外 跨年派对还不时有彩带纸花的震撼演出 要看没有烟火的跨年活动 12月31号晚上7点 到时代大道一起倒数迎接2017年 高雄爱宣令梦时代跨年派对 Let's go 港督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专为猫狗等宠物安排的 高雄宠物大展周五盛大登场 展场配合开幕典礼 特别为一群毛小孩举办集团结婚 只见大批毛小孩穿着各式的婚纱进场 并且施放七彩气球 现场喜气洋洋 一块来看看 欢迎我们的新郎新娘也祝福她的美本心 结婚音乐响起 进场的不是新郎新娘 而是一对毛小孩 在众人见证下 遵循仪式盖上手印 一点也不马虎 这是今年高雄宠物展 为52对毛小孩举办的 以爱之名欢庆同婚仪式 场面热闹火火 因为以往我们就是一个用品食品的一个商长 然后只注重到狗狗的那个生理上的需求 让他吃得饱穿得好住得好 然后我们这一次特别注意到 狗狗是不是也有他心理上的需求 他也想要有个伴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次集团的结婚 然后让很多队的狗狗来一起见证 然后满足他们生理上的需求 高雄今年是办第十一届 所以整个办下来 在第十一届这次的高雄宠物用品展 其实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我们在高雄展览馆北馆全部开 使用摊位达到500个摊位 进来的厂商也有150个厂商 那代表整个宠物饲养的热潮 其实在我们南高雄 在高雄地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兴盛 把握天气晴朗的机会 许多毛孩子的主人 带着家中的狗狗来到这片大草地 尽情玩耍交朋友 也借机互相交流养宠物的心得 为了这场盛会 主人们可是绞尽脑汁 为心爱的宝贝好好打扮一班 是买一些日常用品 然后看看别人的小狗狗这样子 交流一下 觉得还蛮有趣的 帮他们交朋友 不然在家里无聊 我觉得这种活动还不错啦 因为可以大家互相就是 就是切磋一下子看看 还有大家互相爱护动物这样子 就什么都买什么都要 只要他们开心就好了 就是如果看到一样 像他们腊肠狗狗 我们就会交流说他的一些 他们平常的饮食啊 还是说他们的行为 可能就是互相交流这样子 场外除了有六百坪户外草皮游乐区 让毛孩子尽情玩耍外 场内更有各式各样宠物用品 而高雄旭东宝处也准备宠物防灾 保护宣导手册 免费提供民众索取 当遇到紧急危难时 宠物也能像人们一样受到关注 那手册里面包括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对 我们的毛小孩去做一个预防 比如说我们要先植入晶片 让毛小孩如果说他走私的话 可以找得到 另外我们这本里面还有一张贴纸 就是我们可以 这张贴纸可以贴在我们的家里 如果说有什么灾害的话 也希望人员可以知道 我们家里除了人以外 还有动物要去救的 那我们里面有包括 我们要准备的一些吃的喝的用的 都会写在这里面 所以这本是我们国内第一本的 一个防灾手册 毛小孩的防灾手册 原来有急难救助包 宠物的急难救助包 当然也不可少 急救箱 口罩 手电筒 都是必备要件 来一趟宠物用品展 不仅能让宠物舒展身心 交朋友 各式各样的宠物用品 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港都新闻 潘志光采访报导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将从12月19号开始 针对林亚区进行有线电视的转讯作业 如果家中还没有安装数位机上核的收视户 请立即升装 以免影响收视权益 现在升装完全免费 还能够享受更多的免费数位服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周休假期 我是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线电视数位化 是国家的既定政策 请尽早配合有线电视 铺设身装机上核 一台电视机需要一台机上核 才可以收视 谢谢大家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正年港中是市民们的老朋友 现在要帮收视副安装机上核 一台电视要配合一台机上核 而且全部免费 观众朋友一定要赶快申请安装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 正锦楼秘谷推动有线电视数位化 请注意 一台电视机要装一台机上核 而且安装全部免费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 我这几年来会这样做 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这支牛船表现出来 不仅是力量 也有很漂亮的表达 让我们尊重重度 我们得到一台机上核 看见在地人的心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每一天早上 我们都是准时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官邸也有什么天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以来 北高雄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